楼冲突爆发后 全球最大运输机安阿尔5在战火中被毁 4月2日 乌克兰媒体曝光了安阿尔5残骸的最新视频 只见安阿尔5停放的机库部分坍塌 飞机机身前半部分完全被毁 仅剩下三台发动机和残损的机身 曾驾驶过安阿尔5的记者摸着飞机残骸一连挽机 安阿尔5机长84米 高度超过18米 由6台发动机提供动力 最大载重量250吨 被称为空中巨无霸 但不少专家认为 安阿尔5至少有超过300吨的载重能力 且拥有长时间的续航能力 即使在全副载重的情况下 仍能持续飞行约2500公里 此前俄罗斯记者发布了一段探访 哥斯托梅利机场的画面 视频中记者发现 却借最大运输机安阿尔5被斩首 彻底毁于战火 安阿尔5的机库也烧得不成样子 哥斯托梅利机场位于基辅附近 俄罗斯记者称 在俄罗斯空降兵夺取机场后 乌军对机场进行了大规模炮击 导致安阿尔5运输机损毁 此前乌方指控俄罗斯军队摧毁安阿尔5 还要求俄方承担修复费用 俄方人员事后出面辟谣 俄方称 网上传播的所谓俄军摧毁安阿尔5的图片是假消息 因为乌克兰政界人士 此前曾在社交媒体展示了同一张机场起火的照片 并表示 这是乌克兰军方对哥斯托梅利机场打击的成果